如果你平时有这些习惯 头发很有可能会找上你 第一 长期戴帽子 如果戴帽时间比较长 会让头皮处于一种封闭的 高温高湿的环境中 使得汗液油脂分泌增多 冒盐类或者称里面的油腻有异味 如果头皮和帽子清洁不到位 可能就会诱发细菌或者真菌感染 引发毛浪炎或者质疑性皮炎 如果你不仅戴帽时间长 戴得还特别紧 这会延长血液流向毛浪的时间 长期受压的部分毛浪 可能会出现血液供应不足的情况 加重掉发 第二 喜欢扎头发 爱熟小脏便 爱发菇 或者平时喜欢用力 将头发固定保持一个发型的同学 注意了 长期对头皮施加拉力 可能会对毛浪造成物理性损伤 导致头发密度降低 头发小型化 同时还可能扮演头皮搔痒 毛浪周围红斑 泥蟹 毛浪炎 笼包等等 在临床上 把这种脱发类型称为 牵引性脱发 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类型的脱发是可以逆转的 这要及时减少 或者停止对毛浪的牵拉 毛浪就会慢慢恢复健康 头发也会重新长回来 第三 挨挑食 头发的生长过程 其实是一个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 而这个过程的顺利进行 离不开能量的推动 所以 蛋白质 脂类 维生素 微量元素等 在毛发生长的过程中 必不可少 比如临床上比较常见的 B维生素的缺乏 就会导致我们头发容易脱落 皮质分泌异常 同时还会影响色素代谢过程 使头发变灰 营养不良 除了以上三点以外 还有我们老生常谈的 熬夜 压力大 都可能会导致脱发 但我知道 你们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我是毛发医生徐鲁 大家与脱发相关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评论 或者私信问我 我看到以后 也会给大家一些 实质性的改善建议 帮助大家摆脱脱发烦恼